We are open for cooperation without alineation Asian led processes are clear manifestation of this commitment 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系列会议在印尼亚加达举行 然而中国大陆这回却派出中共中亚外事办主任王毅代表参加 而大陆外交部长秦刚早在6月25号于北京露面之后就神隐至今引发外界揣测 秦刚国务员兼外长因身体原因难以出席此次系列外长会 大陆外交部证实秦刚因为健康因素将不会出席东亚崩会和东协外长会议 港媒新岛日报更披露秦刚之所以消失许久是因为他确诊新冠 报道中也提到秦刚已经休养半个月预计很快就会重出江湖 中国与第七国家关系保持发展势口 特别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出行这场外长会 究竟布林肯是否会再度和王毅碰面也引发关注 而美中近几年争相角逐东协支持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若布林肯和王毅碰面预料会聚焦在南海议题的讨论 而随着美国财政部长叶伦结束访华行 大陆财政部也在10号提出四点声明 要求美方取消加征关税 停止打压中气 更呼吁美中两国应该持续保持经济领域上的高层交流 记得林肯做报道